嗨 大家好 我是志願 我現在人在家裡 我現在準備出發去台北做一件我覺得超重要的事 OK 我已經到了 待會要做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事了 那就是直發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我的額頭的問題 就是髮線很高啊 有點M型啊 反正我今天就是要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還有很多留言說為什麼不去直發 我有想 我現在就來了 好 GO 這是在看什麼 就是測後整區 因為直發手術是拿後面後整區健康的毛囊往前移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測你後整區密度 毛囊的密度 對 這就是我毛囊的密度 對 就是後面的 後整部的 對 我們會拍三個點 然後待會會把這些密度都點出來 會有一個數據 我剛剛拍下來好像就是要量我頭髮的密度 然後剪了兩根頭髮和頭髮的出現 我也不知道看密度要幹嘛 但是我感覺後面頭髮蠻多的 應該很有空間把它換在前面 因為這個前面實在是有點不太夠 我們現在要去拍樹前的照片了 剛剛只是在做一個檢測 我以為你一定的啊 我們大概就是這樣我們就會跟你講說 像你開始啊設計啊什麼什麼的 這邊的話我們會在整個頭的確認一下 因為手術的素材就很公平 我們先把流程搞清楚 然後我們把型設計好 然後檢查一下你的頭髮狀況 你剛好差不多在第三期啦 這邊稍微凹進去 中間人 正要賣像中間人 我好像天真髮線裡面 對對對看起來較高一點 所以這是手術的基本概念 那今天的流程就像這樣 我們一般會分兩個半場 分別是取法中的取 就這樣子而已 好那取跟中的時候 都會打一下麻藥 去骨麻醉 整個過程中人都是清醒的 今天包完之後你的頭都不用再動了 那隔天或取法回來 整個重量清潔它要去確認一下 隔天呢 我們就把毛毛紗布拆掉之後 都不用再爆炸了 好那包含後面跟前面 就是也可以洗頭 都可以清洗 所以它有一些方式 不過它其實沒有那麼脆弱 它其實也不會說很怕 你去包裹或是壓住 所以有些人如果造型這樣 是可以戴帽子沒有 它唯一怕的就是勾到 所以常見勾到的情況 比如說騎車的安全帽 那我毛肉我們就先不要 它有點像是一個平塞 塞在洞口 那你其實把它戴個帽子 蓋起來 包起來都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今天這邊 被拉扯到勾出來 它的機會會破壞 就會掉 像呢一顆一顆的情況 剛才過了10天 你可以正常的洗頭 就會幫你漸漸洗掉 或是你自己就漸漸把它洗掉 結痂了嗎? 對 結痂了 所以這時候就是 俗稱帥到刁打它的石頭 所以它真的會非常砸的 然後一直掉 你這樣會想 我畫完之後我可以看 然後我們再討論一下 好啊 新的拔機器 對啊 我現在在他們的休息室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個很小的房間 身上這衣服 是帶回所需要的衣服 剛剛我的醫生是董醫師 他幫我畫了我這個 他說我這裡也太厚面了 我完全沒有想到 超專業 怎麼會這樣 他就是有粗有細 他說這裡的頭髮要細一點 這裡頭髮要粗一點 結果他把粗細的分布用完 然後 剛才大家有看到那個圖 就是他用面積然後去算比例 大概要直下幾株 的毛囊 大概要直個三千株吧 我也不知道是多還少 總之就是 他說直完之後 大概就會是這樣 三個月後 頭髮會再代謝一次 所以 三個月後頭髮會空一點 然後再慢慢就長回來 總之我現在 我先去取毛囊 他們剛剛一直拿尺啊 比例尺 去算三庭五眼 等比例吧 好像是橫向的比例 你要五分 然後三的話就是一二三 那他說我額頭 大概要降下來 再一點點 才會是符合五關的比例 總之我現在就是要 準備手術拿後面的頭髮 待會 他說這個休息室 要讓我吃午餐用的 啊 好緊張喔 又好興奮喔 因為他剛才畫下 我就覺得天啊 我人生要 徹底改變 總之就是 期待又緊張了一天 而且他剛剛在跟我說 每一個人五關比例不一樣 或許他需要直的 其實是眉毛 或許是鬢角 鬍子 就每一個人需求不一樣 好啦 最後再跟你們分享 我先去動手術 因為待會兒要把這裡的頭髮換來前面 所以這裡要先剃掉出禮子 哈哈哈哈 剃頭髮囉 等一下側邊的地方 幫我留上一遍 後面 最後面是一圈 不是可以 去側 側邊的地方 我想要 他總共剃幾個 三個 三千五百個 你說是高點的 再高半個 半個 剃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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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剃一個後面 可以這麼多一點 後面再短一幾個 這幾個 再短一點 要再短一點嗎 要再短一點嗎 這邊要再短一點 上面再短一點 成為一個沒有瀏海方法 暫時沒有高額頭髮型的教訓 哈哈 應該是真的不會有感覺 會啦 會痛嘛 然後這時候會痛 但是時間不會很長 在這張看起來很安全 我要幫我毛浪拿下來 你們要上去了 要上去了 上去 好 也好 你這樣他會不舒服嗎 還好 來 他準備打針 休息 就是你沒有這種位置 會被認識 對 會緊張 因為那個地方太少被刺了 剛剛是正常 但是我一直是要講一下 好 我現在就是 後面已經 把毛囊拿出來 我等一下要處理前面 現在是午休時間 他們還有準備 飯菜給我們吃 好像病人喔 好啦 我等一下就要進行 手術的下一個階段 剛剛大概花了 一個多小時吧 一兩個小時 我也忘了 就一直趴著 一直趴著 其實沒有想像這種痛 剛剛那個過程幾乎都 完全無感覺 只有打麻醉藥的時候 就像打針一樣 那種痛 打幾針吧 重新畫線 因為剛剛趴著都把線弄掉 一畫完就覺得自己連結少太多東西了 少了很多面積 對啊 但我以後會有後流汗 會 對啊 我這輩子都沒有輸過油頭 你會想輸嗎 會啊 如果輸上去不丟臉 誰不想輸啊 誰想用了些奇怪的分線 現在你可以教怎麼輸油頭了 對啊 我可能會轉型囉 我剛剛已經在找我的新髮型了 重生之後的新髮型 我已經開始在尋找了 超美的 你先深呼吸 慢慢深吸氣喔 慢慢吐氣 肩膀放輕鬆 加油 加油都來了 你要臉部放輕鬆喔 影片看起來不會太痛 對 要微笑 微笑 微笑一下 微笑個屁啊 加油 眉毛怎麼那麼鬧啊 這真的是 一種奇怪的痛 哇靠這裡比較痛 嗯 比較有FU 我想像那一打玻尿酸喔 慢慢深吸氣 慢慢吐氣 肩膀放輕鬆 啊 在打了喔 對啊 這是比較沒有感覺 沒有很厲害 可是側邊我很需要 一定要打下去 為什麼髮型這麼寬 我現在有一種 上面在拉皮疙瘩 有一種瘋狂在紋身的感覺 好比較好 完全沒有這個 好冷度不安全 現在是三秒焦黏住的感覺 這樣你會比較輕鬆的 嗯 好像還OK 會有一種 迎接頭髮來臨的感覺 撐住 我現在要去尿尿 休息一分鐘 我現在已經直完頭髮了 等一下就要包紮 這個地方就是我的新的頭髮 應該是新的 自己的頭髮換了位置了 對我的頭髮換來這裡了 靠直完看起來 好像真的直了很多耶 我現在變清朝人了 其實說真的沒什麼感覺 現在有一種 自己頭髮變很多的錯覺 三個月後就寵生 所以你明天還要上班嗎 要 好啊 但我覺得這個一天真的沒問題 如果你沒有在意外表 然後你上班 可以戴帽子就沒關係 拆掉拆下來的話 阿姨也要有技巧 不能直接整個拉扯 對 因為我現在是麻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判斷他的位置在哪裡 OK我現在已經執法完了 執法的送進去的時間大概兩個多小時 拿出來大概兩個小時 我現在就戴著這個毛線帽 是他們給我的 他們也給了我 洗髮精啊 藥膏 消炎藥 讓我回家可以吃 他說明天就可以去他們醫院再拆掉 那我現在就要回高雄 我現在精神還蠻正常的 我沒有感覺到 很疼痛 只有打針的時候比較痛 接下來他跟我說 三個月後 我今天指的頭髮會掉光 然後重新生長 正常的頭髮 好期待喔 我想大家今天已經看到手術了 那除了打針以外我真的超無感的 我整個過程都還跟他們聊天 所以我感覺上 好像 沒什麼 那他包紮的就是 很像出了很嚴重的車禍 但我沒有很強烈的感覺 他們真的很細心 很貼心 然後一個一個 種下去 現在有感覺 重生的感覺 就是剛剛塗黑的那個地方 就是我接下來要有頭髮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執法的過程啦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他們的資訊放在資訊欄 給大家搜尋 OK 我現在真的要走了 我要去坐高鐵了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覺得好興奮喔 因為額頭真的很高 然後他說我後面的頭髮蠻硬的 所以直到前面 效果應該也會蠻好的 聽說最完美的狀態 是九個月以後啦 總之這就是我今天 人生最重要的大事 我要離開M2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你對指法有任何問題 或任何疑惑的話 把問題都留在留言處 那我會蒐集這些問題 到時候再拍一集Q&A 回答大家我今天的心得 但我今天的流程 大概就是這樣 感覺超好的 而且比我想像中的還不恐怖 就這樣吧 我是你的髮型師資源 下次影片見 掰 會不會 daí 最後一段視頻 wано 我們一起